柯市長 鳳梨 高雄左南區提名同志見面會 前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南下擔任嘉賓 只不過原本要扮演母雞的柯智恩 不能親自到場 有點沮喪 因為我今天可以跟大家 親自的接觸 沒想到還需要隔著螢幕 而且我要讓大家知道 我本人的阿嬤頭 你等於跟他漂亮 對於某一種程度 等於是我就當柯智恩的麥克風 羅志強展開全台行腳 特地到高雄拉台選情 兩個人卻無緣面碰面 因為柯智恩確診之後 還在自主管理期間 晚間只能以視訊合體 23號下午 他們閒著臉書PO照片 跟幕僚雙載 體驗高雄機車族夏天的感受 至於早上這場活動 他也錯過了 高雄市平東同鄉會 理事長交接儀式 藍綠明代齊聚 總統蔡英文市長陳其邁都到了 平東女兒柯智恩有受邀 也沒能到場通框 蔡英文總統還有陳其邁市長都會出席 這可是我期待第一次跟 其邁市長可以面對面交流的機會 這個意見的交換啦 或者是大家的這個經驗的這個分享 其實我們都公開透明 陳其邁 柯智恩兩個人何時能夠正面直球對決 外界期待 至於新北的選戰 綠營的林佳龍積極拔裝幾天前才拜會新北雲林同鄉會 幾天後會員大會參序當然不能錯過 旅居在新北的雲林人多達幾十萬比人氣 充選票 同鄉會大票倉 藍綠 兵家必爭 TVBS新聞 徐智鴻 田家慶 新北高雄 綜合報導